死神发来预告信 男人未婚妻将在三天内死亡 他再三叮嘱女友千万不要出门 只要挺过三天诅咒将自动失效 可男人前脚刚走 女友便接到一通电话 为了跟帅哥见面 他只开保护自己的警察 偷偷开车溜了出去 没想到刚出门 一辆货车便朝他直奔了 女人躲闪不及一头撞在了路边 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东秀打去电话 哀求女友赶快回家 千万别再嘚瑟 女友答应下来 可他刚下车便发现轮胎扎了钉子 女人四处看了看 附近刚好有个修理厂 补完胎后 智秀掏出银行卡准备结账 修理工看他姿色不错 瞬间起了胆心 他先是借口银行卡失效 随后拿起一根螺丝刀偷偷藏在了手里 另一边的东秀以为女友已经回家 便开始专心寻找杀人凶手 情报显示凶手卷毛是个弃修工人 五年前东秀亲手将此人送进了监狱 卷毛对他是恨之入骨 两人来到目标修理厂 东秀发现架子上停着的竟是女友的车 眼见情况不妙 卷毛一把挟持了女人 听说他是警察东秀的未婚妻 卷毛变得更加疯狂 五年前他被对方打得像狗一样 如今终于有了报仇机会 卷毛挑与女人 一把推进蓄水池 女警劝东秀去追胆徒 自己负责救人 否则素描里的那一幕便会发生 可东秀管不了那么多 直接跳进水里 蓄水池深度足足一千米 东秀折腾了半小时 他抱着女友嚎啕大哭 画面和死神的预告性如出一辙 而小慧根本不是卷毛对手 被一瞻砸开了脑袋 庆幸的是智秀并未死 两人啥也没管便直接回了家 死神诅咒失效 两人都放松了下来 女人还换了身衣服 准备和男友去吃牛排 此时病床上的小慧从梦中惊醒 他突然意识到 智秀今天穿着的衣服和素描里的并不一样 距离诅咒失效还剩一小时 看来他的危险并未解除 东秀二人并排走在停车场 此时一辆轿车朝着两人撞 男人一把推开 自己却被重重撞飞 卷毛掏出枪对准东秀 该来的还是来了